好,学完了生词短语之后,我们来下面来看看重要的课文。 下面我们来看看第十一课的第一段。 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说, Custom officers are quite tolerant these days, but they can still stop you when you are going through the green channel and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他说,这个在当今呢,海关的官员呢是相当宽容的, 但是你在从绿色通道穿过时没有东西要申报的时候, 他可能依然会把你写下来。 我们还是先看看这句话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正体字没有下号线的部分还是去的主干。 这个两句话,中间用连词but来连接表示转折, but是并列连词。 那么逗号前是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里面说,海关官员是相当宽容的, 这个these days写体字是一个时间状语, 就当今现如今。 but引出第二个并列句,but是并列连词。 第二个并列句的主干结构还是白颜色的, but they can still stop you, 它依然可以拦住你。 什么时候呢? 这个when开始,这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当怎么样? 当你在通过绿色通道时, 并且and, 这是when里面, 是由两个句子构成的, 都属于时间状语从句。 这两个时间状语从句内层是并列的, 在业人案的连接, 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要纳税的时候, 要申报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把你拦下来。 整个句末, 从when到句末, 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好,下面看看这句话中的一些细节, 值得咱们学习接见的细节。 首先这个customs表示海关, 大家注意, 表示海关的时候必须要加s, 必须要加s, 这个词本身拼写就s。 那么比如说custom officers, 这是咱们固定搭配, 叫海关的官员, 在海关这个工作办事的官员。 再比如说, it took ages to clear customs, but then we were out of the airport quite quickly. 我们花了好久好久时间, 才通过了海关的这个检查, 但是呢, 我们出机场的时候是相当快速的。 这个固定的搭配叫clear customs, 就通过了海关的检查, 得以顺利通过。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清关了, 叫clear customs, 就通过海关的检查, 对人上下搜身, 行李打开之后, 都没问题, 过去吧, 这叫clear customs。 还有呢, 你看, you won't be able to take that through customs, 通过海关, 这个借词段也叫through, customs, 我说你那个东西啊, 恐怕过不了海关, 对吧, 我说那你箱子里装了1000斤炸药, 这个不会让你登机的, 那这个不会让你通过海关的, 或者这个杯子里放着2斤汽油, 这个事情不行, 你通不过, 通过海关借词叫through customs,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拼写类似的词汇, 就是custom, custom可以表示风俗, 习俗,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单数是不加s的, 负数呢, 可以加s, 负数就跟海关拼写一样了, 比如说, the custom of giving presents at Christmas, 在圣诞节送礼物, 这么一个风俗, 这用单数的是可以的, 负数呢, 跟海关拼写一样了, Chinese traditional customs, 中国的传统民俗, 传统风俗, 在这, 可以在后面加s, 好, 这是海关跟着风俗, 把它做个区分, 不要搞祸了, 他说海关的官员呢, 在当今呢, 是相当宽容的, 这个quite咱们父亲以前说过,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截然完全, 像quite different, 叫截然不同, 还有另外一个叫相当的, 或颇为, 在这不可能是截然了, 截然宽容, 它不通顺, 相当颇为宽容, 这个意思, 那么this day就不细说了, 咱们多次说过, 什么意思啊, these days, today, nowadays, 我们在第四课双重生活, 那个书中就提过, 这三个都可以表示, 当今现如今的意思, 当今海关的官员呢, 是颇为宽容的, 但是转折之后才是重点, 我们阅读中也要注意转折词, 但是他们依然可以把你拦住, stop you, 在什么时候呢, when you are going through the green channel, 当你通过绿色通道的时候, 这个绿色通道, 咱们先看个注释, 在55页最上方的注释一, 咱们看个书上有, 55页最上方的注释一, the green channel, 绿色通道, 就指海关供没有携带征税物品进关的旅客走的通道,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要申报的, 好, 我们就不检查了, 拿着行李呢, 直接从这通过就好了, 叫绿色通道, 这个go through, 这个词在本文中是字面的意思, 确实是走过去, 从这个绿色通道走过去, 是字面的意思, 但go through还有重要的派生意, 有重要的派生意, 至少两个意思, 咱们一个牢牢记住, 第一个是经历某个事情, 走过去吗, 从中穿过了吗, 经历某个事情, especially an unpleasant one, 尤其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经历, 我们看一个例子, 当你正在经历一个危机的时候, 那么把它跟别人说一说, 往往是有帮助的, 经历一个危机, 甭管是经济危机, 还是感情上的危机, 跟别人聊聊, 把它说出来, 往往是helps, 是有帮助的, 这个go through不是走过去, 而是经历某个事情, 注意, 经历不愉快的事情, 叫go through,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意思, 在这篇文章就出现了, 另外一个意思就检查, 甚至是翻找, 这个东西好好检查, 为了找到某个东西, 检查, 翻找, 就是目光手从里面过一遍, 检查, 翻找可以用它,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看看这句话怎么翻译, 它说, I've gone through all my pockets, but I can't find my keys, 我都翻遍了所有的口袋, 但是就是找不见我的这个钥匙, 怎么也找不到, 检查, 翻找口袋, 没找着, 可以用它, 你再看本文中, 本课书中, 在54页第13行, 54页第13行, The officer went through the case with great care, 这位海关的官员, 非常非常仔细地检查了我这个箱子, 他试图找到那个应该纳税的东西, 这个也叫go through, 检查, 翻找某个地方, 这是我们回忆起了在新概念第二册, 也出现过类似的含义, 如果学过二册同学可能还记得, 在新概念二册的第44课, 穿过森林, 新概念二册的第44课, 穿过森林, 你看这句话, 当他跟上了这些贼, 这方强盗的时候呢, 他看到怎么样, 后面叫兵玉总继, 他们已经坐在那, 并且正在翻找他这个袋子里的东西呢, 在找之前的东西呢, go through是检查, 或者翻找, 试图找到之前的东西, 所以这个女人二话不说, 直接就笨他们跑过去了, 这个胆子很大, 你看我们如果大家学过二册, 这颗书不记得, 正不定二册学得不到位, 回去好好复习去, 到什么时候, 你像李老师一样, 把这新概念这四本书, 已经完全装到咱们脑子里边来了, 那么考试是一马平穿了, 可以说, 好好复习, 好好复习, 好东西, 好了, 当你通过, 本分钟是通过经过走过了, 当你经过绿色通道, 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要申报的时候, 这个declare怎么说了, 是申报要纳税, 咱们在复习复习这个对话, Have you anything to declare? No, I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本分钟用的是, have nothing to declare, 没有事, 东西要申报的时候, 他们依然会拦住你, 为什么他不信任你, 你是不是藏着什么东西呢, 还得要检查你, 来抽查你, 好, 第二句话说, Even really honest people are often made to feel guilty, 甚至那些真正确实很诚实的人, 经常被搞得觉得自己很有罪似的, 弄得自己跟罪犯一样, 那feel guilty, 是这么一句, 这个经常被搞的, 叫are often made to feel guilty, 它来自于主动结构, 变成了被动, 主动结构, 大家可能都知道,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 使某人, 让某人, 或者强迫迫使某人去做某事, 这个时候, 后面这动词不定式是不加to的, 用不带to的不定式, 直接加动词原型do,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让某人使某人, 会迫使他做某事, 但注意, 这个结构, 如果用被动的话, 必须要加上to了, be made to do, 被要求去做某事, 被搞得怎么怎么样, 这个注意, 主动没有to, 被动一定要把to写出来, 咱们看看简单例子, I made him repeated, 我让他重复一遍, 我让他重复一遍, 如果他被要求或被迫使, 重复一遍, he was made to repeat it, 他被要求或被命令或被迫使, 来重复一遍, 本文中是第二个搭配, 注意, be made to do, 直接把它背下来就好了, 咱们取一反三的, 可以多看几个, 跟它类似结构, 还有好几个是主动没有to, 但是被动有to的, 最常见的就是看听感觉, 这种词, see somebody, hear somebody, 或notice somebody, do something, 看到, 听到, 或者注意到某人做模式, 当然如果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 to do, 要把to去掉, 用动词原型do, 但如果用了动词原型do, 在后面, 一定表示看到, 听到, 或者感受到了整个的过程, 从头到尾整个过程都看到了, 但注意, 表示这个含义, 如果我们被动, 老老实实写出来这个to, be seen, be heard, 或be notic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人被看到, 被听到, 或者被注意到做模式, 一定加to do, 这个to必须写出来, 这是丝毫不含糊的, 但是用这个搭配音, 也是表示看到, 听到了, 全过程, 咱们同样看一个简单例子, I saw him, I heard him, 或者是I noticed him leave the room, 我看到, 我听见, 我注意到, 他离开了房间, 整个的过程, 我看到了, 听到, 我注意到了, 那倒过来用被动呢, he was seen, he was heard, he was noticed to leave the room, 就有人看见, 有人听见, 有人注意到, 是谁呢, 我不用抢的了, 总之是他被看到, 被听到, 怎么样, 离开了房间, 也是这个过程, 反正的被看到了, 这时候被动, 必须加上to do, 但是这个看听感觉, 还有一个麻烦的变化, 就是看到某人正在做事, 这个片段, 但是没有看到全过程, 这个时候呢, 后面就不加do了, 而叫doing, see somebody, hear somebody, notic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我都看到, 听到, 我就注意到某人, 在做某事, 但是没有看到全过程, 看到正在做, 前面后面都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这个时候变成被动, 但是doing是不能变化的, 依然是doing, 是不变的, be seen, be heard, be noticed, doing something, 这是主动被动, 后面都是doing, 看例子, I saw him crossing the road, 我看到他当时正在过马路, 但是之前之后, 这完整的过程没看到, 当时正在马路中间正过马路呢, 也可以用被动, he was seen crossing the road, 他被看到, 当时正在过马路, 也可以用他, 这个主动被动, 后面都是跟这个doing, 这是没有区别的, 那么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在新概念里有没有呢, 这里面也是有的, 我们一会儿看看新概念的例子, 咱们再看一个听到的例子吧, 看, 刚才是看到, 再看一个听到, I heard the girl singing in the room, 我听到这女孩子, 在房间里正在唱歌呢, 至于这歌曲完整的, 从开头到最后唱完了, 这过程没听到, 当时听到正在唱歌, 这歌前面后面唱的是什么, 我可没听见, 也可以这么倒过来说, The girl was heard singing in the room, 这女孩子当时有人听到她, 在房间里唱歌, 但是没有听到全过程, 整个歌从前面到后没听到, 当时那个时刻正在唱歌, 你再看新概念第四册的第十八课, 就是这个海豚这棵树, 里边也出现了被动, Almost any day a young purpose may be seen trying to turn a 300-pound sea turtle over by sticking a snout under the edge of his shell and pushing up for their life, 几乎每天呢, 一只小海豚, purpose小海豚呢, 都可以被看到, 这个干嘛呢, 正在试图把一个 300磅重的大海龟 把它翻过来, 通过什么呢, 通过把海豚的鼻子 伸到海龟的壳底下, 用杠杆原理把它撬起来, 并且还拼命地往上推, 拼命往上推, 试图把它翻过来, 这个pushing跟前面trying 都是跟be seen搭配, 被看到正在做模式, 但是可能没有看到全国程, 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呢, 咱们看一到当年的, 一道考试的语法题目, 看看这个题, 出得好, 应该怎么选, The missing boy was last seen, 什么, Near the river, 这个失踪的男孩, 最后被看到的时候, 是在干嘛呢, 在河边干嘛呢, 咱们看ABC的选哪一个, 好, 大家说吧, 应该选哪个, 正确答案是选A, was seen playing near the river, 最后被看到在河边正在玩, 选A是正确的, 被看到正在做模式, 那么这个B, 还有这个C, 直接排除了, 因为被看到, 如果用to do动作不定式的话, 必须加to, 所以BC同时排除, 能不能选D呢, 选D也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题里面藏着个秘密, 既然是失踪的孩子, 那不可能最后被看到全过程, 看到完整的过程的话, 这个孩子恐怕就丢不了了, 从开头到最后, 怎么都去了哪个地方就丢不了了, 当时是有人看到, 正在河边玩耍, 但之后就不知所终了, 所以这个题出的好, missing, 这个这么个秘密, 所以应该选A, 而不能选D, 你做对了吗, 就这么一个知识, 好, 那么我们这个句子出现的特别短, 那就是, 甚至真正诚实, 也被经常搞得好像觉得有罪似的, 这是个短句子, 长短句结合, 也是在文章中的重要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看在前三个句子里面, 看得特别明显, 第一句话是个长句, 整个白眼色的是长句, 第三句话, 整个到最后, 又是个长句, 而中间, even really honest people often made to feel guilty, 是个短句, 所以大家写文章的时候, 第一个毛病就是喜欢都用短句, 长句的一写就怕错, 这个绝对是巨大的影响成绩, 另外一个反过来也不行, 有的同学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每一句话都用长句, 都用长句, 这个我们看着句式结构也觉得单调, 而且让这个读者读你的文章累的话, 我们读几个长句, 中间穿插一两个短句, 让我们思维读到这个地方略做休息, 也使这句子长短错留有致, 赋予弹性文章也更加灵活, 不会过于挨板, 就像我们说, 这个中国唐诗慢慢发展出宋朝有宋词, 宋词里面有长短句变化, 叫嫁宣长短句, 新七级的诗集, 长短句相结合, 这时就看着更有弹性, 而且更加灵动, 更有诗歌的这个味道, 莫听穿林打夜声, 和平吟笑且徐行, 竹杖盲鞋轻圣马, 几个长句, 谁怕一所烟雨任平生, 谁怕来个短句, 撂笑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邪照却相迎, 挥手向来潇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情, 你看中间谁怕, 微冷归去几个短句, 当然是长句为主, 短句为符, 长短句结合, 也是让文章, 句式结构赋予变化, 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方法, 一个套路, 一个技巧, 好, 下面又出现一个长句, 它说, The hardened professional smuggler, on the other hand, is never troubled by such feelings, 这个句子比较长一些, 我们看看语法结构的分析, 白颜色的依然是句子主观结构, 他说, The hardened professional smuggler, is never troubled by such feelings, 那些户卧不圈的老牌职业走子饭, 却从来不会被这种情绪所困扰, 什么情绪呢, 觉得自己有罪呗, 那on the other hand, 是表示, 这个转折的一个插入语, 再是做状语了, 然而另一方面呢, 是如何如何, 然后在句末, 这个even lip到句末, 这个黄颜色的句子, 当然是由even lip引导的一个, 让步状语从句, 就即使, 即使它有500块金表, 在哪呢, hidden in his suitcase,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是个非为动词, 当后置定语修饰这个金表, 是被藏在它的皮箱里面, 手提箱里面, 是这么一个, 这是语法结构的分析, 咱们看到这儿, 下面看看这句中的细节, 首先这个hardened, 这个不是变硬的, 这个注意翻译, 这个还真不好翻译, 咱们看看英文解释, someone who is hardened, has had a lot of difficult, or unpleasant experiences, and is no longer much affected, by such things, 如果说一个人是hardened,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有很多很多的, 非常艰难的, 或者是不愉快的一些经历, 因此呢, 就不会再被这个事情, 受到很大的影响了, 就慢慢都见怪不怪了, 麻木不仁了, 甚至一个罪犯, 其中罪犯就互恶不圈了, 为什么, 看到这些坏事, 杀人不眨眼了, 对吧, 是这么一个感觉, 你比如说, a hardened criminal, 一个互恶不圈, 杀人不眨眼的, 这么一个罪犯, 看到血腥场景, 别人痛苦, 无动于衷, 麻木不仁, 也可以说, a hardened police officer, 也可以说, 一个有丰富经验的, 已经麻木了的这么一个警官, 再看到杀人放火的场景, 一般的新警察会吐, 会觉得很难受, 会觉得很害怕, 这个老警察, 面孔没有表情了, 这就叫, hardened, 相信大家, 有了深刻的理解了, 本文中就是那些, 经常天天做走私的, 这么生意的, 职业走私饭, 天天都经历这事, 脸不红, 心不跳了, 互卧不圈, 麻木不仁了, 表示这个感觉,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the children became hardened, to the violence, 这些孩子们变得怎么样, 对着这些暴力, 已经有点麻木不仁了, 孩子们可能天天看到, 这个暴力的场景, 或者在战争场合生长起来的, 这个孩子们看到暴力, 已经没有像一般孩子, 看着害怕和哭了, 这些孩子面无表情了, 这就叫hardened, 这个精确的含义, 那么他说, 那些老牌的职业走私饭, on the other hand, 然而在另一方面, 却不会被他所困扰, 注意on the other hand, 表示然而在另一方面, 它一定是转折的这个关系, 我们看到用法, 我们既可以单独用on the other hand, 表示转折, 然而另一方面, 也可以把它用全了, 先说on the one hand, 后面再说on the other, 或者on the other hand, 你前面如果用了on the one hand, 那后面那个hand就可以省掉了, 说不说都行了, 注意它表示什么呢, use to indicate contrasting points of view, opinions, 用它来表示相互矛盾的, 相互冲突的观点, 或者看法等等, 表示上下是矛盾的, 注意, 一定是矛盾转折的, 可不能像一方面, 我喜欢这个, 另一方面, 我同时觉得这个, 它有第二个优点, 第一第二不能用它, 一定中间是转折的, 咱们看个例子, 我们先看一个单独使用的例子, I'd like to eat out,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should be trying to save money, 你看, 这中间一定是转折的关系了, 那我想呢, 出去吃, 改善改善, 但是一转念一想, 另一方面呢, 我现在呀, 买房子, 又应该努力去存钱, 哎呀, 很矛盾, 这个时候用on the other hand, 这单独使用, 我们再看一个配合使用的, on the one hand, they'd love to have kids, but on the other, they don't want to give up their freedom, 很矛盾, 一方面呢, 他们想要孩子, 但是一转念一想, 另一方面呢, 他们又不想放弃他们的自由, 有孩子之后, 恐怕就被拴住了, 所以现在和矛盾, 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注意, 一定是表示, 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 在写作中, 这个逻辑不要搞错, 如果是相一致的, 第一, 它有这个好处, 第二, 它有这个好处, 那不能用on the one hand, 我们可以用firstly, secondly, 这个是正确的, 但用它一定是相互矛盾的, 这么两个方面, 这个, 还有一个类似的表达, 这个, 从表达类似, 就是for one thing, 有的是也可以用配合表达, for one thing, for another, 这个for one thing, 不能翻成一方面, 是什么意思呢, is to introduce a reason, for something, 引出做某事的原因, 就原因之一是,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复杂搭配, 原因之一是, 另一个原因是, for one thing, 既可以单独用, 也可以后面叫for another, 但就不能说for another thing, 这个不行,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why don't you get a car, 为什么你不弄辆车呢, well, for one thing, I can drive, 为什么不玩, 原因之一是, 我不会开车, 直接引出一个原因, 就for one thing, 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一个配合到一块的, 也是一个dialogue, 第一个人说, why won't you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来纽约呢, 对吧, 咱们一块来, 多好啊, 我们都可以坐飞机来嘛, 第二个人说, for one thing, I don't like flying, and for another, I can't afford it, 原因之一是, 我不喜欢坐飞机, 另一个原因是, 我掏不起机票钱, 你给我报销, 你给我掏钱, 那我就去了, 原因之一是, 另一个原因是, 它一定是引出原因的, 一定是引出原因的, 这个表达在后面, 我们还会在长文章中看到, 会复习, 好, 再回到句子中, 他说然而在另一方面, 那些职业所走私犯, 却从来不会被这种感情所困扰, It's never troubled by such feelings, feeling叫上面那个feel guilty, 就觉得那个很困执这种感情, 这个trouble在这当动词来用, 就是困扰使麻烦, 使人觉得很麻烦, 我们看什么意思, If a problem troubles you, it makes you feel worried or upset, 如果一个问题, trouble你, 是什么意思呢, 它让你觉得很担忧, 或者很心情沮丧, 觉得你这个事儿会困扰你, 这个意思, 这个trouble当名词来用, 也可以比如说麻烦嘛, 麻烦做动词来用, 就困扰某人嘛, 就好记了, 你看这个谚语怎么说, Don't trouble trouble,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 这句话很有趣, 这个黄颜色的是两个动词, 那么带下话线的白颜色的是名词, 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去招惹麻烦, 直到麻烦来困扰你, 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直到这个麻烦来惹你来, 困扰你来, 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自找麻烦, 直到麻烦来惹你, 否则你别招惹他, 还是这么一个, 你看trouble, 做动词做名词, 这都可以, 本文中是动词, 用被动了, 绝对他不会被感情困扰, 即使, 在第十课刚刚说过, 不重复了, even it一定是假设, even though是事实, 本文中真有这个人有五百块金表吗, 是做出设想的, 即使不是警管, 即使他在手提箱里藏着五百块金表, 但是注意这个表达, 他在手提箱里藏着五百块金表, 是说他有五百块金表, 被藏在手提箱中, 最后那个hidden in his suitcase, 被藏在他的手提箱中, 后置定于修饰那个金表, 但我们中文翻译成, 他的手提箱里藏着五百块金表, 类似的, 咱们说几个句子, 他的口袋里藏着一张大额的钞票, 一张大额钞票, 当然他还记得第七课中讲过, a large banknote, 是不是可以说, 他有一张大额的银行钞票, 然后被藏在他的口袋中, 口袋叫pocket就好了, 咱们看看怎么说, 是不是可以说, 我们说他, he has a large banknote hidden in his pocket, 中文翻译成, 他口袋里藏着一张大额的钞票, 咱们复杂一点, 描述个贪官, 试试看啊, 我说这个贪官, 在地下室藏了一千万元, 我们现在钱少了, 都是被贪官给叫藏了等于, 我们的贪官叫corrupt official, official是政府官员, 咱们一会看到, crop叫贪污腐败的, 地下室,basement, 在这个地下室里藏着一千万元, 是不是这个贪官有一千万元, 被藏在这间地下室中, 咱们试试看怎么说, 是不是可以说, the corrupt official has 10 million元 hidden in the basement, 咱们的第三课是不是讲过地下室叫basement, 这个贪官有一千万元, 英语中没有千万, 只有百万, 所以十个百万这个元, 在哪呢, 藏在这间地下室中, 就好了, 好, 反文中说, 你看这职业走私贩, 倒是脸不红心不跳, 那一般老百姓都弄得好像经常, 跟脆饭一样, 后面说了, 他举例子, 你看我就有这个经历, when I returned from abroad recently, a particularly officious young customer's officer clearly regard me as a smuggler, 他当我最近从国外回国的时候呢, 一个特别爱这个摆架子的这么一个年轻的海关官员, 显然把我当成走私贩了, when I returned from abroad recently, returned叫从外边回来了, 就像那when I came back, 回来, 大家注意这几个表达, 这个return单独使用是正确的, 它相当于go back或者come back, 回来或回去, 这都行, 但是有人这么写不行了, returned back, 当我返回的时候这不行, returned已经有了back的含义, 再加复词back, 这是追词的redundancy, 这就错了, 注意逻辑不能重复, 再举个例子, say it again, 再说一遍, 这当然是正确的, repeated是正确的, 但不能说repeat again, 再重复一遍, 这不行, repeat已经有say again的含义, 再加again逻辑重复了, 这种容易写错的特别多, 像go forward, 往前走, 是可以的, advance, 前进做动词, 也是前进, 往前走, 但不能说advance forward, 为什么, advance本来是前进, 再说向前, 这就从逻辑重复了, 再比如说, in my opinion, 在我来看, 当然是正确的, 也可以说, i think, 我认为是什么什么, 当然是正确, 但不能说, in my opinion, i think, 在我来看, 我认为, 中国人可以这么说, 麻麻糊糊糊, 在英语中, in my opinion, 就是i think, 这个从逻辑上又重复了, 还有呢, 这个错的更多了, it is because, 这是因为, 这个表达正确, 或者说, the reason is that, 这个原因是, 我们用that, 领导表语重句, 是可以的, 但不能说, the reason is because, 这个原因是因为, 中国人当然可以这么说, 这个原因是因为, 但英语中不行, reason表明有关系, 再用because就重了, 应该说, the reason is that, 或者说, it is because, 这个都是正确, 但注意, 表达不能重复, 这个本来return, 同样就不能加back, 当我从国外, 最近回国的时候, 我们第十课刚刚讲过, 借词后面的宾语, 可以是副词, 也可以是借词端语, 本文中这个from abroad, abroad这个词是, 是副词, 表示在国外或到国外, 那在本文中呢, 在本文中, 他做了借词from的宾语, 我们说尤其是from, 后面经常用副词, 或者借词做他的宾语, 这是个老知识的复语, 本文中这个from abroad, 这个abroad, 是副词做了借词from的宾语,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温故知心, 第十课, 五十页的第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第十课刚刚讲过的, 三类词 was a slight tremulous sound, from below, 突然间从下面传来了一个轻微的震颤的声音, 从下面below是副词, 做了from的宾语, 这依然是副词做借词的宾语, 还有我们看第二十六课, 一百二十六页的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一百二十六页的十四行到第十五行, before long, biscuits of all shapes and sizes began arriving at a factory, before long, 这个long在这是副词, before long放在一块是不久之后, 但是细分析的话, before是借词, long在这儿是表示时间的副词, 副词做了借词语, 也可以, 再看二十五课, 一百二十二页的第十七行到第十八行, 一百二十二页十七行到第十八行, 二十五个卡地萨后翻船, Avercross City, Creator的Captain calling at the port, to have a new rudder fitted, 在穿过赤道之后, 这个船长在一个小港口停泊了下来, 并且请人装了一个新的船舵, 但是but by now, 当然到了现在为止呢, 这赛姆皮雷号呢, 已经在它前面有五百英里这么远了, 远远把它甩到后门了, by now, 这个now当然是个副词, 表示时间的, by是借词, 你看副词做借词语, 依然出现这个特征, 还有我们看第三十五课, 这个一百六十二页的十三行到第十四行, 一百六十二页十三到第十四行, 三十五课, Towards Midday, a girl heard a muffled cry, coming from behind one of the walls, 你看这是借词断语, 做了借词笔语了, 就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呢, 这个一个女孩听到了一个闷闷的声, 这叫muffled sound, 是从有一堵墙的后面, 传来了一个闷闷的声音, 这个贼被困到墙里边了, 你看from behind one of the walls, 还是借词断语, 做借词笔语, 我们看到副词和借词断语, 都可以做借词笔语, 这是就知复习, 同时看了新概念的更多历次, 好, 我们下面再看看副词abroad, 注意这两词得做个辩析, 这两个词字母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这五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发生个变化的, 我们先读第一个abroad, 出国去到国外去, 第二个在船上或到船上, 第十个刚讲过, 在大声里面aboard, aboard, 这两个都是这五个字母, 但是意思不一样, 你像study abroad, 叫出国留学, 但all aboard, 全体上船咯, 这是我们第十个讲过的, 像这种字母完全一样, 但组合发生变化, 这种词特别多, 咱们看几个, 像quiet, 导致完全截然或者相当颇为, 刚看过吧, 还有一个词, 也是这五个字母, 但是quiet, 叫安静的, 安安静静的, 当形容词来用, 再比如说你看dairy和diary, 都是常见词, 第一个我们大声读一下, dairy, dairy, 这叫奶制品, 牛奶制品, 甚至牛奶厂, 可以用它, 但是dairy表示日记的意思, keep, a diary, 叫记日记, 保持写日记, 我们再读一下奶制品, dairy, 读一下日记, diary, 一个是air, 一个是ire, 不一样, 再来一遍, dairy, 但是都是这五个字母拼成的, 这很有趣, 还有呢, 这个一大堆这么长的, 字母都一样, 但是la, al, 它换了个顺序, 我们先读一下第一个, latitude, latitude, 这是地球的这个维度, 横着这个维度, 但altitude, 我们在第八课刚刚见过, 是什么意思,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 再来一遍, altitude, 这几组词非常有趣, 都是字母完全一样, 但组合顺序发生的变化,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当我最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怎么样呢, 一个特别爱摆官架子的, 年轻的海关官员, 你看爱摆官架子的, officious, 我们官员是Young Custom Officer, officious和officer, 这两个字评写比较像, 我们先看一看什么叫officious, officious叫做什么意思呢, 你看英文解释, 它是个disapproving, disapproving就是, 表示这个, 有的贬义的味道, 表示讨厌, 令人讨厌的, too ready to tell people, what to do, or to use the power, you have to give orders, 就是呢, 非常非常的, 愿意告诉别人, 应该怎么去做, 或者非常的, 就过分的使用, 自己的拥有的这个权利, 给别人去发布命令, 爱发号示令的, 爱指手画脚, 你应该这么做, 那么做, 你听我的, 没错, 这么做, 去吧, 或者过分的爱用自己权利, 像比如发号示令的, 就我们说爱发号示令的, 以指气使的, 指手画脚的, 这个叫officious, 跟那个官员有些类似, 看一个简单例子, 当人们穿上制服的时候, 他们这个态度呢, 就会变得更加自信一些, 因为他们这个举止行为呢, 会变得更加, 以指气使, 直手画脚一些, 有人穿上制服以后, 穿上什么警察的, 这警官的, 一些衣服, 穿上大官僚的, 这个衣服之后, 穿上法官的, 这个衣服之后, 怎么样呢, 他们变得更自信, 你看我又穿上皮之后不一样了, 并且更加直手画脚, 这是officious, 本文中呢, 就是这么个含义, 过于滥用自己的职权, 直手画脚, 但是我们看officious, officious这个词呢, 指官员, 但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各种官员都行, 政府啊, 官员, 警察啊, 公司里的什么官啊, 是在各行各业都行, 这个词用的特别宽泛, 就各种官员了, 我们看例子, commanding officer, 这是在军队里边, 一位指挥官, 用在军队可以, 还有呢, a police officer, 一位警察, 一位警官, 但用它指警察也行, 在美国的警察, 重称为就是officer, excuse me officer, 对不起警察先生, 可以用它, 甚至你看, customs officer, 用在政府里面也行, 这是海关的官员, 政府里的官也行, 甚至公司里的一个官也行,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就是咱们说的CEO, 首席执行官, 也用officer, 所以这officer词呢, 用词法特别宽泛, 各种官员都行,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official, 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词也可以当名词, 这个词当名词, 完全只能是政府官员, 政府的官员, 我们再读一下officer, officer, 注意这个词当名词, 只能表示政府里面, 供职的这些官员,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government officials, 政府官员, 政府官吏, 还刚才说的corrupt officials, 叫腐败官员, 这都是政府供职的这些官, 当然official这个词呢, 它也是形容词的自根, 所以它当然形容词也可以, 当然形容词就是官方的, 或者官僚的, 官吏的都行, 官方的或官员的, official corruption是表示官员的, 官员的腐败现象, 还有官方的official statistics, 官方的统计数字, 这个都行, 这是officer, officer和official, 几个词做个辨析, 不要搞祸了, 本分钟, 你可以一句话证出现两个, 前面是officer, 后面是officer, clearly显然, 把我当成一个走私犯了, regard A,S,B, 这就不说了, 第十词刚刚刚讲过, 把A看作是B, 把我当成了一个smuggler, 把我当成了走私犯了, 这个做了大致这个介绍, 那么是这个故事怎么发生的呢, 在后面会详细讲解, 这个故事发生过程, 两个对话, 好, 第一段, 文贵老师就秀到这儿。